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49年 他因公开朗读革命信件而被捕 同时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 仅仅三年时光 这本因一身辉的文学新兴就被乌云遮住了光滑 此后近十年 他经历了审判 苦意和流放等重重磨难 也就是在这苦难的魔力下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在苦难来临时 淡然已对 在苦难过去后学会宽恕 后来 土斯托耶夫斯基被恢复了发表作品的权利 于是他大笔一挥 写下了这部兼具爱与宽恕的长篇小说 被侮辱与被捕害的人 故事中 管家伊赫梅尼夫的女儿 选择与仇人之子私奔 这让伊赫梅尼夫十分愤怒 他怨恨女儿 不肯原谅女儿 可天性中的父爱 又让他瞒着所有人 常常独自守在女儿家窗下 只为偷偷地看女儿一眼 这是一场爱与恨的拉锯战 这让伊赫梅尼夫备受折磨与煎熬 直到他宽恕女儿的那一瞬间 一家人才重获温馨 受伤是人生常态 有人的地方就有伤害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没有永远的和平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本书 伊赫梅尼夫先是被和平相处十四年的雇主诬告 后来又被宠爱十九年的女儿背叛 最终身败名裂 成为一个敏感易怒的穷光蛋 她本是一个无私善良 忠厚诚恳的人 有声有色地经营着父母遗留下的庄园 周围的其他地主经常来拜访她 向她学习管理庄园的方法 其中 与她瓶邻而居的公爵 给他们一家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公爵每天都上她家玩 给他们讲一些俏皮话或生动的故事 有时还在她家里弹琴唱歌 在伊赫梅尼夫夫妇眼里 这样的公爵可亲可敬 完全不像其他人说的那样 傲慢无礼 心机深沉 大多数时候 人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 而听不进别人所说的 伊赫梅尼夫被公爵友好的态度 和恳切的言辞打动了 渐渐打消了对公爵人品的顾虑 反而应邀做公爵的管家 他真心实意地将公爵的庄园 打理得越发兴旺发达 让公爵无后顾之忧地在外面拼事业 他把公爵当作自己的亲兄弟 关注其动向和种种成就 甚至感同身受 正如唐朝诗人张卫在《赠桥林》里写道 丈夫会应有知己 世上悠悠安足论 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么多 我们渴求的就是能有一个 互相认同 互相支持的知己 伊赫梅尼夫和公爵便是这样的知己 他们互相信来友好相处了十四年 没有发生任何的不愉快 后来 伊赫梅尼夫应公爵之邀 将公爵之子迎入家里 像对待亲儿子一样照顾 这让公爵的儿子有些乐不思蜀了 即便后来公爵回到庄园 他也不愿意回去和父亲团聚 与此同时 庄园附近滋生起不少流言蜚语 谣传伊赫梅尼夫利用女儿 魅惑公爵之子 从中获利 中宝私囊 正所谓三人成虎 公爵渐渐相信了所谓的正人正言 最终狠下心来 将伊赫梅尼夫告上了法庭 伊赫梅尼夫因为缺失某些证明文件 和没有强硬的后台 最后输了官司 庄园也被查封 不得不举家千里 拉伯雷在《巨人传》里写道 人与人之间 最使人痛心的 莫过于以诚恳的态度 希望得到别人的善意和友好 结果得到的却是恶意和伤害 被视作兄弟的人夺去家产 已是难以承受的伤害 而伊赫梅尼夫还来不及舔势伤口 另一把尖刀便迎面袭来 他的女儿与常来拜访 他们的公爵之子相恋并私奔了 这坐实了那些谣言 更激化了他和公爵之间的矛盾 他不仅要承受 来自兄弟的指责和侮辱 还要忍痛面对女儿的背叛 爱之深 伤之重 能让我们受伤的 都是我们曾经信任 真诚相待的人 也许人这一生 爱是渴望 伤是常态 心理学上有一个 自毁型人格理论 说的是 有些人会有意或无意地 做出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言行 只为引起他人的注意 这样的人越是在意对方 越是容易做出别扭 钻牛角尖或言不由衷的事 到头来伤人伤己 伊赫梅尼夫就是这样一个 自毁型人格 他明明深爱着女儿 却丢掉有关女儿的一切物件 不许任何人提起女儿 可是逃避就能让自己 忘记伤害 缓解痛苦吗 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在一个潮湿的夜晚 伊赫梅尼夫偶遇一味后辈 双方一番闲谈后 他似乎有事难以启齿 在将近一分钟的沉默后 他终于开口了 我答应妻子 断了一会儿 他重新说道 我们夫妻商量着 要收养一个被遗弃的女孩 对于养女 我们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她不离开我们就行 不过我妻子 还有点不赞成 你能过去跟她谈谈吗 但不要说是我让你去的 要说这是你自己的想法 语无伦次的他 渐渐嘀咕起来 极力说服自己 领养女儿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让妻子快乐一点 他不愿承认 也害怕被人看出 他深爱并思念着女儿 他以为领养一个女孩 就能消弭这份爱和思念 伊赫梅尼夫自欺欺人的言行 在妻子眼里 不过是装模作样 和硬充好汉 其实 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早就在他怪异的行为中 暴露无遗了 与人相聚时 他会突然旁若无人地 自言自语 或指手画脚 夜幕降临时 他会一声不响地 拖着病体 走进阴冷的街道 助力在女儿家窗下 夜深人静时 他会独自一人 在屋里哭泣 低声呼唤女儿的小名 有一次 他不知从哪里得知 公爵之子 要与伯爵家的小姐结婚 他的女儿即将被抛弃 听到消息后 他立刻回家 打开尘封多年的铁皮箱 用一整个晚上 归至里面的古老文书 这些能证明 他家也曾是名望贵族 他的女儿并不比别人差 他还捡走并藏起 妻子的项链 只因为项链里 有女儿仅存的一张相片 但当他被妻子发现后 却恼羞成怒地 踩踏项链里的照片 之后更是像孩子一样 嚎啕大哭 热烈地亲吻着相片上的女儿 释放那压抑许久的父爱 此刻的伊赫梅尼夫是懦弱的 他逃避现实的苦难 和内心的渴望 沉沉于自己的不幸和仇恨里 甚至以伤害自己和最亲近的人为乐 殊不知 当命运是以铁拳时 只有爱和宽恕 才能使百炼钢化成绕纸柔 宽恕是最简单的幸福 人心如全 握得越解越易受伤 唯有放开方得自由 伊赫梅尼夫放不下公爵 对自己的侮辱 更无法宽恕女儿的背弃 这让他越来越痛苦 在得知公爵向他女儿提亲时 他坚信公爵有着不可告人的私心 他的女儿将陷入更大的不幸中 他想要阻止这桩婚事 便向公爵发出决斗的信函 可公爵却将信函交给了警察 他也因此被抓进了警局 这让他怒不可遏 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他始终无法参透 活在仇恨里 失去的是将来的自由 学会宽恕 解开的是过去的束缚 直到一个叫做内利的小女孩出现 内利用自己外公史密斯的故事 教会了伊赫梅涅夫要学会放下 史密斯的经历与伊赫梅涅夫相似 也是女儿带着家产与情人私奔了 一气之下 他与女儿断绝关系 即便在女儿病入膏肓之际 也不肯原谅女儿 后来她的女儿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 希望见父亲最后一面 请求父亲的宽恕 便让内利去邀请史密斯 妈妈要死了 叫你去 走吧 内利的疾呼被史密斯挡在门外 一星期后的傍晚 内利再次出现在史密斯面前 妈妈马上就死了 史密斯这才手忙脚乱起来 上气不接下气地奔向她的女儿 可惜等待她的不再是她深爱的女儿 而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史密斯执拗的愤怒 不仅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也让自己在孤独中长眠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里有一句话 宽容就像天上的细雨滋润着大地 他赐福于宽容的人 也赐福于被宽容的人 史密斯的故事惊醒了伊赫梅尼夫 他哆哆嗦嗦地撑起病体 哀嚎着 我的女儿在哪里 她在哪里 她在哪里 恰在此时 他那被情人抛弃的女儿 突然落魄地闯进家门 跪倒在伊赫梅尼夫的面前 伊赫梅尼夫将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 父女俩终于都选择了原谅对方 伊赫梅尼夫不再执着于过去的苦难 他决定找一份工作 带着妻子和女儿去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铁越炼越硬 爱越熬越浓 经过苦难的熬制 人们越能品味出爱的甘甜 在不幸中能误出真理 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这本书的基调 托斯托耶夫斯基在书中 运用人物的大段独白或对话 深度刻画出人物的内心活动 巧妙地将没有交集的伊赫梅尼夫 和史密斯联系在一起 他们有着相似的悲惨命运 却因为不同的选择 有了不一样的结局 人生时苦 苦于不幸时常不寝自来 令人猝不及防 有人身陷其中 沉沦于苦海 有人宽容待之 徜徉于爱海 山之美在其雄奇险峻 河之美在其波澜壮酷 人之美在其坚韧善良 若是生活太苦 不妨品味一下 前苏联作家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句话 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 不遇着岛屿 暗礁 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祝您晚安 做个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